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放十一国庆假期 这个七天假做什么呢 当然是大吃大喝到处玩嘛 那北京政府呢为了避免 因为非洲租温造成的猪肉短缺 影响了大家放假的心情 想要大吃还觉得 哎呦那个猪肉好贵 不然算了好了 所以呢这个北京政府在长假之前 特别释出了储备冷冻猪肉进市场 这很有意思 我们只听过这个战备除油 石油多囤一点对不对 你有听过储备冷冻猪的吗 很有意思 待会来解释一下 无论如何啦 它释出了很多的冷冻猪肉 到市场里头增加供应 那非洲猪瘟其实从2018年8月份爆发以来 在中国已经肆虐超过一年了 过去这一年猪瘟的问题 那么到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非常完整的改善 猪荒也没有解决 因为猪肉就短缺 那猪肉短缺了之后 当然猪价就会变得很贵 猪价的问题啊 还有猪肉荒都让北京政府伤透脑筋 那么这一年来 你知道吗 在中国的猪肉价格上涨了五成 甚至不止在中国 你说那中国离我好远 关我什么事对不对 我吃台湾猪肉不怎样对不对 台湾猪肉也跟着涨 中国的猪价上涨五成 甚至影响到全球的肉品价格 你说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 那他们自己的猪不够吃了 他会到全世界去买很多猪肉 猪肉不够 他会连牛肉羊肉鸡肉全部通通买来 所以现在在全球的一个肉品的价格指数 有这样的一个指数 全球肉品价格指数 因此大概上涨了百分之十左右 不过现在有专家讲了 他说现在中国在闹猪荒 所谓的猪肉风暴 所以他们说对贸易战来讲 或许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北京又开始重新向美国采购猪肉 过去很硬 不跟你买大豆 不跟你买猪肉 看你撑到何时 最近又重新开始买 那么在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说那是不是有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可能释出善意 但专家说不是 是因为猪肉真的不够 现在撑不下去了 真的得要买 真的要跟美国下订单 所以专家讲也不错 因为中国的猪肉风暴 或许间接的 让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 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因为川普也有压力 他被迫要赶快卖猪肉 卖大豆 那现在中国也很想要买猪肉 所以或许有一点共事了 可以让贸易谈判变得有点进展 那到底这个猪价问题 在中国大陆内部 现在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矛盾 又有什么样的改善进展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你快来看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你说非洲猪瘟已经一年了 是在2018年的8月爆发的 过去一年当中 中国还陷入在猪肉风暴当中 现在还没有走出来 没有那么快走出来的 因为猪被你扑杀了之后 你要重新养 然后重新养了之后 你要确定他没有病 哇 这个二师兄的问题很麻烦 所以我们来看 至今中国还陷入猪肉风暴 在过去一年当中 扑杀了两亿头猪 有两亿头的二师兄 全部都一命乌虎 那你知道两亿头什么概念 这是全球四分之一猪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个猪瘟也导致了 这个猪价开始飙涨 在过去一年 今年8月份的猪价 跟去年8月份来比的话 增加了50% 这个五成左右 那现在我们看到 最新的在市场的一个 中国大陆他们的猪价 大约是美金人民币32块36 和新台币大概是142块钱 一斤猪肉 然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肉猪数量 减少大概三分之一 导致全世界的肉价指数 上扬10% 因为全世界到处 你都会看到很多中国商人 要跟你买肉 有没有肉 肉 肉 好 所以这个肉价指数 来到了四年高 这个是在过去一年 我们整体帮大家做整理的 现在猪价的一个状况 还有全世界的猪肉 还有甚至其他的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全部的肉价格都被推升 好了 那现在的中国大陆 很多人在市场当中 有的是买不到猪肉 有的要限购 但是有的是看到有猪肉 没错 很想买 很想吃 但好贵 这个买不下手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北京出手了 要稳定猪价 那么刚提到了 有所谓的 储备冷冻猪肉 在最近9月份里面 因为要预备11的长假期 总是大家出去玩 就会多吃一点 开心 所以这个要多释出一些肉 到市场里 那么总共在9月份 一共三轮 9月30号有新的一轮 1万顿 那再加上9月初的 还有9月中的 一共3万顿的 储备冻猪肉 现在已经卖到市面上头了 多一点供给 希望价格不要涨那么快 另外呢 很多人讲说 买不起猪肉 真的太贵了 所以呢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 还有各省级政府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 平抑猪肉价格的 不太一样的政策 每一个政府不太一样 那么地方政府 比如说 他们总共释出了 20亿人民币要补贴 低收入户 他们吃不起猪肉嘛 所以呢 有一些补贴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 像是在福建啊 广西 他们有寄出 所谓的限肉令 就是呢 你可以买 但你不要买太多 免得别人买不到 所以呢 都会有一些 这个限肉令 像我这边就有一张 这是广西的 那你看这个广西的市场 他们就会挂一个 好大布条在这个地方 然后告诉你说 他们有平价猪肉 因为呢 政府评议这个猪肉价格 它会释出 所谓的平价猪肉 然后呢 有这个平价猪肉销售区 像这种地方 你就买得到 我刚刚讲的 那个储备冻猪肉 然后还告诉你 每人 每天只可以买两斤 所以呢 他们有所谓的限购令 这是在广西 另外呢 他们每天的猪价 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到 他们每天在市场前面 他会公布一个板子 然后这个板子上头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平价猪肉每天什么时候卖啊 早上九点钟卖啊 然后呢 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猪肉 不一样的价钱 它全部写在这里 比如说你要五花肉啊 一斤就是21块5啊 瘦肉啊 后腿肉啊 排骨肉啊 都不太一样的价格 然后一样在这里你看 每天每种限购两斤 所以你要买多也没有 那这很麻烦 你说我 如果我专门就是在卖肉的 卖这个餐厅里头 要卖很多猪肉 那怎么办 也没办法嘛 对不对 大家就共体时间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一些这个地方政府是 这个限肉令 然后呢 你还要拿身份证去 这个每个人身份证 来登记一下 才可以买这个限购的猪肉 然后呢 我们看到 那现在呢 这个北京当局据说国务院 他们光是为了平抑猪价 他们还出了好几条指令 要支持农户养猪 你如果愿意养猪的话 我给你补贴 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我给你减税 赶快养猪 然后我们看到 国务院的副总理直接讲 他说猪的问题 二师兄的问题是大问题 大家千万不可以小觑 他们还曾经为了猪 把这个各地政府 地方政府通通叫到中央来 开了一个二师兄大会 然后就要告诉大家说 猪肉的问题很重要 猪价非常重要 所以要求大家 一定要好好解决一下 猪价高涨 猪肉短缺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北京当局也讲说 要所有的民众 不要担心 猪肉没问题 你还是买得到 虽然可能大家买到一咪咪 虽然可能价格贵点 但是呢 你还是买得到 有信心撑到过年 你知道华人世界 过年有多重要 你春节怎么可能不吃点猪肉 一定得要的啊 所以呢 这个他告诉大家说 不要放 不要担心 过年没问题 春节猪肉也不是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解释了 什么叫 除备猪肉 那么其实呢 在第一次 中国释放出 有所谓的 这个除备冷冻猪的时候 大家想说 哇 怎么会有这个 战备除猪啊 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还有一些荒谬的想法说 是1996年 动起来的猪肉 动到今天让你吃 怎么可能嘛 你小指头想都不可能嘛 其实这样的一个冷冻猪肉 的确是1996年 但是从1996年 那一年开始 它有这样所谓的 战备除猪的一个机制 然后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囤一些猪肉 专门用来平易物价的 就好比这一次 非洲猪瘟突然间爆发 所以我要有很多这种 战备的猪肉啊 然后就可以赶快 释放到市场当中 就可以平易物价嘛 让大家买得到猪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996年开始 然后呢 这些猪肉是哪里来 不是中国本地的猪 它是进口来的猪肉 比如说美国啊 英国啊 丹麦啊 德国啊 法国啊 去跟其他国家 进口猪肉 然后进口来之后 就冷冻起来 那冷冻起来的猪肉呢 每四个月会换一次 四个月前的猪肉呢 如果没有吃掉的话 那就赶快 去看卖到什么地方 去大家赶快吃掉 会再买一批新的猪肉 再把它囤起来 所以呢 这个冻猪肉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市面上 买冻猪肉的话 最多最多就是四个月 你不可能买到1996年 冻起来的猪肉 如果真的有的话 你就留起来化石一样嘛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现在呢 中国大陆为了平易猪价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中共七十岁生日盛大庆祝 中国却笼罩着一片阴霾 因为猪界的黑死病 非洲猪瘟 一年多来还在肆虐中国 根据统计七月底时 全中国的猪支数量 比2018年十二月 整整少了1.13亿头 九月初再推估年底 中国猪只可能会在损失 多达两亿头 等同全球四分之一的猪 不是病亡就是被扑杀 北京政府眼看苗头不对 立刻出手救急 国庆节长假即将开始 昨天商务部 汇同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部门 开展了第三次 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 那这次共享市场投放 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 为了迎来十一国庆长假 人民上餐馆吃肉的比例大增 因此中国政府从9月19号分三批 向市场投放三万多吨的 中央储备冷冻猪肉 来来来 这本来 这本来 这本过程来 有储备的肉 有鲜肉 新增了猪肉 牛肉 羊肉的供应商 超过了四家 每天新增的供应量 达到了一吨以上 保证每天的供应量 增加10%以上 根据中国媒体指出 中国中央的储备猪肉 是从1996年开始 储备冷冻猪肉 肉品每四个月都会轮换一次 如今拿出来投放 稳定市场供应量 预期可以撑到过年左右 目前 一些措施 已在有效落实中 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成效 在大量的猪 染上非洲猪瘟的情况下 9月份中国猪制的数量 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32.2% 有繁殖能力的母猪 数量下降31.9% 因此猪肉价格 飙涨了将近50% 买点鸡肉啊 买点吃点牛羊肉啊 什么的 老吃这个得太贵点了 如今中国政府 不只要想办法增加供给量 需求量也要进行管控 8月中下雪 就是短短的20天 涨了三分之一 进入9月份以后 由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所以肉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贿落 像是中国福建多地 启动限购猪肉措施 厦门多数商店的猪肉 经过政府补贴 猪价只要95折 但每人每次只能买2.5公斤 至于莆田市 从9月6号起 许多商店的猪肉 政府会补贴每公斤人民币4元 虽然一人只限购1公斤 但已让猪价稍稍稍地下降 8月份那个最高达到16块钱的那个 然后9月份现在有点下调 便宜了2块多吧 为了稳定全国的猪支数量和猪肉价格 中国国务院8月份甚至发布多项措施 要扶持猪农生产并加强防疫的工作 就怕疫情再失控 严重冲击中国经济 三地新闻承论不到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猪肉 现在在这个中国内部内地里头 这个猪荒 猪肉荒 然后呢 这个供给不足 然后价格也变得非常贵 那如果是外国人看就觉得很怪 说你干嘛非要吃而食凶不可 猪肉这么好吃吗 牛肉也很不赖啊 羊肉可以啊 鸡肉炸鸡多好吃啊 为什么非要吃猪肉不可呢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了 这个猪肉在华人的饮食文化当中 扮演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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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舞片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 好 我们从数量来讲 我们先从2017年的猪肉销售 这个消费量 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吃猪肉 在2017年那一年吃掉了 11,058万吨 全世界吃这么多 那其中呢 中国吃掉多少 5,481万吨 有没有 接近一半 全部都是中国人吃掉的 然后呢 我们编辑还很贴心 他就算出来说 这叫做一年七亿头猪 一年七亿头猪 中国多少人 14亿人嘛 等于是在中国大概 每两个人 一年就可以吃掉一头猪 仔细想想好像差不多嘛 我们每天都爱吃猪肉嘛 然后我们来看看消费占比 以中国跟美国来比 中国人吃猪肉跟吃鸡肉 牛羊肉的比例 好 每年的消费大概是这样 中国呢 大概有六成三 都是猪肉消费 然后呢 禽肉就是鸡鸭 那些禽类 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然后呢 这个吃牛吃羊 大概就是13 百分之13左右 所以那个比例呢 你看这个猪肉是压倒性获胜 大家真的很爱吃猪 那如果是其他国家 像是美国 用美国来举例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管什么样的肉 它都是一视同仁 没有什么 哪一个品项特别跳出来 所以呢 你很少看到说 什么美国会闹什么猪荒 牛荒 羊荒 很少嘛 因为他们无所谓啊 吃不了猪我吃牛啊 吃不了牛我吃羊啊 大不了吃炸鸡嘛 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美国很少会像 这个华人世界里头 这个猛猪肉 我像现在闹猪荒 就觉得 啊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那你说为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文化 为什么这么爱吃猪呢 其实这个猪肉 在你看很多古文 在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肉这个字 它指的就是猪 好 你要讲牛肉 羊肉你要特别讲 但是光肉这个字 指的就是猪 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名菜 像东坡肉啊 回锅肉啊 有没有 指的就是猪 它不用特别讲回锅猪肉 东坡猪肉不需要嘛 什么肉就是猪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东坡肉 也是最知名的猪肉料理了 有没有 慢着火 少着水 是这个时候到了它自美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苏东坡肉当初 还教人家怎么把东坡肉做的好吃 方方正正的一个 这个猪肉 口水流下来 很好吃嘛 所以呢 各种菜系当中 都有猪肉的美味 然后再加上 有一些这个历史典故的啦 我就不多说 简单来讲就是 你要养牛 养羊 比较麻烦 要放牧 然后要养很久 但是猪呢 是圈养就可以 而且呢 它养养养养肥 也可以宰 这个比养牛养羊 大约是一半的时间 然后又长得很快 然后它的肉又很多 不像牛可能骨头很大 猪全身都是肉很好吃 所以呢 这个养猪 也有一些 在这个中国 当初呢 这个从北方 然后慢慢的这个经营的中心 这政治中心 往南移的过程当中 猪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 肉类来源 好 那再来我们就带您看到了 那现在呢 这个中国人这么喜欢吃猪肉 然后猪肉现在又闹猪荒 猪价上扬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 严重的习近平的治理危机 因为呢 猪价是 在算这个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所以呢 当猪价不断往上涨的时候 你的CPI就会跟着一直往上 消费者物价指数往上 消费者物价指数 你是学名很难想象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物资 我们一般人去菜场吃东西 或者是你到餐馆里头点东西吃 物价都要上扬的 所以呢 很多人担心 现在中国很多专家说 如果猪价一直没有办法压抑下来的话 通膨真的要看到了 我们来看 这个猪价呢 在八月份的CPI 已经年增2.8% 而且是连续好几个月都是年增 大概2%左右 所以呢 这是17个月来的新高 所以专家才会担心说 明年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如果猪价再继续往上标 标80% 这个是一个 这个美国的一个研究机关 它的预估 然后呢 他们说 恐怕CPI可能要超越4%了 那4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呢 中国的人行 他们可以容许的 那个CPI的一个 这个数字是3% 如果猪价再继续往上标 升破4%的话 哇 那通膨真的要看到了 那不只是重创了这个养猪产业 1280亿美元的产业之外呢 通膨如果真的开始的话 哇 民不聊生 民怨四起 那就是北京当局 他治理上的噩梦了 所以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才会有这个专家 国际情势专家认为 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嘛 打得正是如火如荼嘛 那这个川普总统 有他自己的难处 那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也有他的难处 我们带您看下一张 有人形容说 猪肉风暴很可能 会让这个中美贸易战 有没有可能快点落幕 川普的男兔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他被大豆农 这个逼着 赶快去帮他卖大豆 那习近平当初就是 挺着我就是不跟你买嘛 怎么样 对不对 不跟你买大豆 然后呢 猪肉我也不想跟你买嘛 对不对 就是故意在那个地方吊着你 那现在看起来呢 在中国内部 他们也急需猪肉啊 猪肉的价格涨价啦 供给这个有一点短缺 然后呢 短缺了之后 就有非常多私宰病死猪的问题 这会成为很严重的一个 这个在中国大陆人 他们健康的问题 然后贸易战又持续的火热啊 然后导致人民币的贬值 这些呢 如果导致通膨危机的话 现在的中国的确已经开始 出现这样的动作 就是回头去跟美国下订单 买猪肉 买大豆 买大豆回来养猪 直接买美国猪回来 让人民多吃一点东坡肉 所以呢 才会有国际情势专家说 有没有可能啊 现在的习近平他也有猪肉荒 那这个川普总统又急需要 卖他的猪肉跟大豆 现在双方难得有共识了 有没有机会 让贸易战快快落幕 猪肉料理方式百百种 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 餐桌上最常见的菜油 根据中国政府统计 2018年全国猪肉的产量 多达5405万吨 占所有路上肉类的63% 除外2017年 中国人猪肉消费量 更占全球将近50% 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猪肉 实在情有独钟 无论是东坡肉 五花肉还是火腿肉 通通都是猪肉制成 却从2018年底至今 非洲猪瘟肆虐中国 猪脂产量纵减 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扬 这个猪肉价格普遍上涨 它主要是由于猪羊已经偏少了 部分地区出现了 有一些病情的问题 导致这个负用比较少 现在价格是14块钱 以及那个动肉 这2块钱 因为国内猪肉短缺 因此北京政府向各国 大肆采买肉类食品 导致国际肉品 包括牛肉猪肉和禽肉 价格通通飞涨 全球肉价指数更飙到179.76 来到四年新高 除了8月初 中国向美国购买1.2万吨的猪肉 巴西也为因应中国的需求 猪肉和鸡肉产能提高了大约30% 除外中国在7月份 甚至18家阿根廷猪肉商签订进口协议 预计阿根廷输往中国的猪肉年底有望 达到1.8万吨 本土猪肉供应不上 进口猪肉不够吃 中国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高达2.8% 创下17个月来新高 专家担心猪价飙涨 将导致通货膨胀几率大增 但猪黄导致民怨与通膨发生的可能性 或许也将为贸易战僵局带来和解的机会 身为全球猪肉最大需求的中国 在自产猪肉少掉了三分之一 专向各国采买的同时 也不得不向美国下订单 大量购买猪肉 在美中贸易战剑拔奴章之际 也许稍稍缓和两国的紧张情势 三立新闻承论不到